你好,我是阿曼,今天过得怎样? 欢迎收看阿曼学理财 今天我要为入门者推荐一本书,名叫《小狗前嫌》 它不仅仅是一本儿童童话读物 更是一本适合各个年龄段 让小孩和家长共同成长的经典理财入门书 作者伯多菲尔是德国理财大师 拥有欧洲巴菲特的美丽 26岁时他遭遇了个人经济危机,在台高速 但他仅用不到四年时间就摆脱了债务 并且获得源源不断的利息收入 他把自己的理财经验通过这篇童话故事与大家分享 那么我们就开始这个故事吧 主人公吉亚是一个特别喜欢小狗的小女孩 她一直梦想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小狗 但是她家里的财务状况一直不是很好 终于在他们搬到了新家的一个早上 她和妈妈在家门口捡到了一只受伤的白色拉布拉多 在治疗和寻找私主的那段日子 白色拉布拉多成了家里的一员 爸爸给她取名叫浅浅 她觉得这样的话只要呼唤钱,钱就来了 有一次钱钱掉进了河里 并被鱼网缠住了 吉亚这么故声地挑进河里救钱钱 可是她也被河水淹没晕了过去 幸好附近的水井救了他们 在这之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天,吉亚准备用光这个月的零花钱去买一张CD 小狗钱钱突然张嘴说话阻止了她 吉亚吃惊极了 原来小狗钱钱一直会说话 并且能够读懂吉亚的全部想法 但是为了不被科学家抓去做实验 所以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 因为吉亚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她 所以钱钱破了力 不过她要求吉亚保守秘密 并且他们只谈钱的问题 以降低被人发现的风险 为了不让吉亚也掉入她爸爸妈妈所陷入的财务漩涡 小狗钱钱答应做吉亚的经济顾问 让钱成为她生活中一种令人愉悦的力量 不过在那之前 钱钱要求吉亚在第二天之前列出十个想要变得富有的原因 十个愿望可不容易 吉亚足足花了三个小时才写完 终于到了第二天 吉亚向钱钱念出了她的十个愿望 钱钱却只要求她选出其中最重要的三个 她说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他们只知道想要得到更多的东西 你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想象成一家邮购公司 如果你写信说请给我一些好东西来 你肯定什么都得不到 我们的愿望也是一样 必须确确地知道自己心里渴望的是什么 吉亚从中选出了三个 第一个是明年夏天参加交换学生项目去美国 第二个是一台笔记本电脑 第三个是帮爸爸妈妈还清债务 钱钱告诉吉亚 这只是关键的第一步 第二步她需要准备一个梦想相册 找出与她三个愿望相关的照片贴在相册里 每天看几遍相册 想象成功的时候的情形 这叫梦想视觉化 只有这场自己已经拥有了这些东西 愿望才会变成一种强烈的渴望 第三步吉亚需要为每个愿望准备一个梦想储蓄观 但是帮爸爸妈妈还债的希望简直太渺茫了 钱钱答应吉亚 以后再讨论这个债务问题 吉亚很快付出了行动 可是第二天早上 她妈妈发现她的纯钱罐却嘲笑她 一个月占五马克 一年十二个月就是六十马克 十年就是六百马克 等你占够了钱已经五十年过去了 吉亚心情糟透了 但这反而更坚定了她的愿望 正如钱钱所说的 知道如何去实现 并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 你真的有这样的愿望 否则你一遇到困难就会放弃 不过吉亚犯筹的是 她怎么加快攒钱的速度 钱钱鼓励吉亚 不要总去想做不到的事情 建议她打工赚钱 并告诉吉亚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你是否能赚到钱 最关键的并不是 你有没有好的点子 也不是你有多聪明 而是你的自信程度 所以要求她去准备一个本子 写成功日记 每天记录五条个人成果 任何小事情都可以 接着前前讲了一个美国小男孩 达瑞在17岁前 挣到几百万马克的故事 达瑞在8岁的时候 并不知道怎么挣钱 她在冬天自己调吃了一种汽水 向行人出售 却没有人买 直到偶然一个机会 与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谈话 商人给了她两个重要的建议 第一 为别人解决一个难题 那么你就能赚到许多钱 第二 把精力集中在你知道的 能做的和拥有的东西上 于是 她的点子开始多了起来 她想到了人们不情愿 冒着寒风 去院子门口取报纸 只要每个月给她一美元 就可以帮助邻居 早上把报纸塞到他们的房门底下 很快 她又想到了 加一美元可以帮邻居 把门前的垃圾丢到垃圾桶里 九岁的时候 她开始用父亲的电脑 学着写广告 还把孩子能够挣钱的方法 记录了下来 她的点子源源不断 赚到的钱也越来越多 有一次 一个出版商注意到了她 并说服她 按照自己的经历 写成一本书 孩子挣钱的250个方法 因此达瑞在12岁的时候 就成了一名畅销书作家 15岁的时候 又创办了自己的谈话节目 通过电视节目和广告挣的钱 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这个故事告诉吉亚 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知道的 能做的和拥有的东西上 成功就被来临 吉亚想到了她的堂兄马赛尔 12岁的她和达瑞很像 她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小型公司 给顾客周日送面包 每个星期天 只工作两三个小时 平均给每个顾客送五个面包 每个月就有140马克的收入了 马赛尔告诉吉亚 你最好清楚你喜欢做什么 然后再考虑怎么用它来挣钱 因为它喜欢骑自行车 所以它就是这样想出 派送面包这项服务的 在马赛尔的提醒下 吉亚很快想到了她的主意 她喜欢小狗 所以可以给邻居提供六狗服务 她有一个老夫妻邻居 哈内坎普夫妇 他们养了一只名叫拿破仁的狗 她鼓起勇气向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哈内坎普夫妇很快地答应了吉亚 每天两马克 如果交汇了拿破仁一个本领 还会再给额外的20马克 吉亚很顺利地开始了她的生意 不过不开心的事情也来临了 姑妈艾娜来到家里做客时发现 原来狭狗钱钱是她邻居金先生的 几天后他们到了金先生家里 原来金先生和钱钱前些日子出了车祸 钱钱以为她的主人死了 躺在那里等她醒来的时候 主人和车都不见了 金先生是个非常有钱的人 她很感谢吉亚并请求她继续照顾钱钱 而且希望他们每个星期来看她一次 因为她要在疗养院住上一段时间 吉亚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这几天她一直担心要把钱钱送回去 回家后小狗钱钱不满地盯着吉亚 因为吉亚已经好几天没有写成功日记了 钱钱告诉吉亚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首先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仍然要坚持自己的想法 一切正常的时候 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只有当真正的困难出现的时候 才能见分晓 第二点 是在一切进展非常顺利的时候 也应该坚持做这个事情 所以她建议吉亚 故意在每天起床梳洗后 花十分钟来写成功日记 第三点是72小时规定 当你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必须在72小时内完成 否则你可能永远不会再做了 几天后按照约定 钱钱和吉亚谈了爸爸妈妈的债务问题 钱钱说 从根本上那些陷入债务的人 只要听从四个忠告 就可以解决负债问题了 第一 现在的人应该毁掉所有信用卡 因为大多数人在使用信用卡的时候 会比使用现金花的钱要多得多 第二 应该尽可能少的偿还贷款 虽然这样利息要更多 但是可以避免在还款期间再次贷款 来偿还紧急消费 第三点 贷款的人应该遵守将不用于生活的那部分钱 一半存起来 一半用来支付消费贷款 最好根本不申请消费贷款 房清债务表示拥有了财产为零 也就是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可不是目标 所以存钱应该存现在就开始 最后一点 每次花钱之前问自己一句 这个真的有必要吗 接下来的几天飞快的过去了 吉亚每天带着拿破仑散步 并且教会了他很多动作 获得了分厚的报酬 也终于要带钱钱去看望金先生了 去了以后 吉亚和金先生聊得很愉快 金先生希望吉亚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照顾钱钱 并且要给他每天使马克作为报酬 吉亚听了不高兴的表示 照顾钱钱是出于喜欢 而不是为了赚钱 金先生说 恰恰因为吉亚喜欢钱钱 才愿意每天支付10马克 但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求吉亚把一半的钱存起来 吉亚却说这笔钱 他肯定会全部存起来的 用于实现他去美国的愿望 金先生反对他说 这不是我说的存钱的意思 你要花钱是对的 因为钱的用处正在于此 但是如果你想变得富有 你同时还需要存钱 这笔钱你绝不会再花出去的 然后金先生给吉亚讲了一个 农夫与金鹅的故事 同时有一个农夫 发现他的鹅下了一个金蛋 第二天又下了一个金蛋 但是农夫是贪心的人 他不满鹅没法向他解释 怎么下出金蛋 这样他就可以自己知道金蛋了 而且他觉得鹅应该每天下更多的金蛋 越想越生气 于是最后把鹅给杀了 从那以后他再也拿不到金蛋了 然后金先生解释 鹅代表你存的钱 他会产生利息 利息就相当于金蛋 他建议吉亚把50%的收入变成他的鹅 40%放入他的梦想储蓄罐 剩下的10%用来花 吉亚听从了金先生的建议 并决定开户存钱 回去后吉亚联系了马赛尔 马赛尔说可以带吉亚去银行开户 同时 汉内坎普把吉亚推荐给了陶木太太 陶木太太也是一个有钱人 她用丈夫留下的遗产 在证券市场赚了很多钱 最近她一直想出门度假 可是找不到人来照看她的牧羊犬比安卡 所以希望吉亚能够帮助她 并且她会给吉亚报仇 吉亚当然开心地答应了 吉亚约了马赛尔第二天下午放学后 先去接上汉内坎普家的小狗拿破仑 和陶木太太家的小狗比安卡 同时吉亚也约了她的同学莫妮卡 让她在吉亚和马赛尔去银行开户的时候 照顾这些小狗 然后吉亚和马赛尔去了银行 她了一会儿对见到了顾问海内女士 海内女士问吉亚开户的原因 吉亚把金额的故事告诉了她 吉亚和马赛尔